差不多 哎呀 等等再说吧 你看他带没带钱 别让他吃了霸王餐 我给你脸了吧 我上哪家吃过霸王餐呢 我没钱 别翻了 钱包和手机都让我扔合理了 你疯了吧 别找了 手表 还有我的那个戒指 包括咱俩出来是带所有值钱的东西 全让我扔合理了 现在就剩这五块钱了 就够买这一碗馄饨了 你真疯了 你真疯了你呀 哎 到了身上没钱 怎么回去 你急什么呀 你不是有两条腿吗 咱俩走回去呀 一百多公里呀 哎 来来来 你走回去 二十年前 咱俩身上一分钱都没有的时候 咱俩咋走回去的 我记得那时候天还下着雪吧 咱俩 这事你都给忘了 二十年前 咱俩第一次出远门做生意 当时身上的钱让人骗个金光 你就剩下五毛钱 就给我买了一碗馄饨 你忘了 这儿 这里 对 就是这里 我就说 他们俩有点眼熟 哎 你想起来呢 我咱俩有点懵了呢 我记得那个时候 这儿还是一间又破又旧的馄饨摊呢 当时 咱俩就买了一碗馄饨 我对你说 吃吧 吃完了 我陪着你一起走回家 我不饿 二十年前 你就是这么说的 你怎么还不吃 二十年前 你也是这么问我的 哦 我想起来了 当时他回答他说 要吃 一起吃 要不吃 就都不吃 那天哪 他们俩 就是这样 把这碗馄饨 一口一口 吃下去的 你吃饱了吗 二十年前 你拿着手里仅剩的五毛钱 给我买了一碗馄饨 其实啊 你还藏着五毛钱 就藏在你那个血里 我知道 你是想我再饿的时候 再把它拿出来吧 可当时 我硬逼着你陪我 吃了一碗馄饨 你知道 我肯定没吃饱 所以你又把那五毛钱 拿出来 又买了一碗馄饨 那时候我们的日子 媳妇啊 别说了 如今呢 我们的日子好了 手里也有钱了 这生意也做大了 可就这么 忘了过去 别说了 我其实今天叫你上这来 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让你陪着我 再苦一回 再饿一回 我真是被好日子 重复了头啊 媳妇 这张离婚写一书啊 离婚写一书 大哥 我也有 姐妹啊 你说 夫妻这玩意也怪了 两个人在一起 怎么能共苦 就不能同甘呢 是啊 记着那时候 我俩过苦日子的时候 那过的是气劲的 如今这日子甜了 反倒过不下去 老婆 我错了 老婆 我们错了 老婆 我错了 我错了 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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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